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次我又讲人神之道互相 现在讲人与三界的神奇和神仙的分别 希望大家有听的有点印象 对于先性与一般神奇的分别 郭导长叫我来讲六堂 讲五堂 当时我认为分开每一堂讲五堂的时职 或是那些学相 大家互相研究 但我想过近一两年 有些同修或善讯进来明受演 郭导长 你们出的书很多是讲内修 讲人静坐 或者道教叫练单 他说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我们认识那些 我都安排教友指点他们 或者大家互相研究 但有一个问题很奇怪 我问他们 为什么你们会修行 你们会内修 为什么要静坐 几乎回答我都是两个答案 第一 我要静坐 我要身体好 我可以行气 这样 我身体好弱 我想要行气 这个观念是对的 正确的 第二个是很有趣的 他们说 我想要学做神仙 我个人都想学做神仙 有远大的理想是好的 我问 为什么你们会知道 修炼可以成为神仙呢 他们几乎是不知道的 我看书 知道修炼可以成为神仙 那我就回想又回想 不如 值五堂的时间 去将 为什么我们道家 或者佛家叫禅修 我们道家的静坐 为什么需要这个方式 才可以去做到一个 不生不移的境界 所以我就希望用了这五堂时间 来解释一下静坐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义理是什么 为什么要静坐 不如现在通关了 不如到处去飞 去开心一下 好过现在坐着一个傻人 坐着一个孤坐 好像一个和尚 所以理论上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要静坐 静坐有什么好处 才要去入手 原来天地之间 就和我们自己的身体 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要知道天地之间 和我们身体的 阴阳五行和五臟六腑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如何离这个世上 谁能摆出我们的世上 谁能创造这个宇宙 为什么我们要还原呢 我今晚就这样讲 这个题目 理气去还原真度 还原就是恢复你以前太极之前的圣灵 理气就是吕祖说的 稍后我们会续分析 什么叫理气 如何用理气去还原 道家的真理 所以全部都是用联文去指引 如何修行 希望大家有个清楚的理念 才去做内修功夫 事本公佩很多 所以今天讲的题目 都会 这一年 来着这五堂 都是很多的 很丰富的 我尽量尽量去讲 用一些图解去讲 因为有些人告诉我 道长我不太喜欢看 这么多文字的书 虽然这些机品也很好 但是他说 如果看得多 我会欠缓睡 这个是 很多人都会这样 尽量找一些画图先生 小姐 帮我们给钱给他们画 画了之后 将来也有用 今天的目录 会是 好像这样 总目 以下的五堂 我分开了有二十七章 只要逐一章去讲 第一章 先让我们知道 天地如何来游 全部都是根据道书去讲解 为什么天地会生出万物 未生之前 他的状态是如何 一一用三位先诚 就是女祖 终离祖师 他已经可以将整个天地 全部都告诉我们 第二章 有天地有万物 我们就做人 为什么做出来 不像人家说 石头爆出来 不可能 所以这里也会说 人如何来 第三章 我们人到世上 有什么元素 让我们懂得思想 行动 生活 由生到灭 就是元素 魂魄 还有很重要的精气神 你内收这五样东西 是缺一不可疑的 运动魄 精气神 稍后再分析 第四章 入世出世 如果你说 道长我来世上 又有我一百年命 有些说 我没有 只有五六十年命 入了世 即是来世间 那几十年 出了世之后 又如何呢 我们是否永远都在这个圈里 兜转 六道里 不是那个圈里 兜转 其实是可以离开这个六道的圈 看看你用什么方法 然后这些就是理器的诠释 就是去到第五章 解释为何会理器去还原真度 解释一下 第六章 《刑明之道》 就是根据道书所说 就是 天地成立了 有人有人女 既然太尚老君说 强名弱道 大道无名 生欲天地大道无情 混能日月大道无名 掌让万物 不知其名 强名弱道 为何太尚老君会强名弱道 这个道其实不是道教的道 这个是天道 整个天宇宙间的一个大道 所以大家都可以分享 有宗教人士 没有宗教人士 都可以分享这个道 很多人都很合宅 道长说 我们认明知道 是不是我们道教 我说不是 道教是一个教 但是这个道是全球都通用的 稍后有大家谈谈 五行叛五行 上天给了我们 中医也说 你们的心肝脾肺神 其实就等于金木水火土 金木水火土 跟我们的心肝脾肺神 又有什么密切的关系 我们一一分析 好了 浦然之气 为何要浦然之气 因为天地之间有正气 天地一呼 天地不断在升降 你们不知道 天地的阴阳升降 才有春夏秋冬 如果没有阴阳的升降 等于我们没有呼吸 我们呼吸都是阴阳的升降 天地没有了 人也没有了 那我们用什么办法去培育 天地的浩然之气 你静坐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第一节第八章 我们来一个小节 就是一个总结 一节八章 讲些什么 第九章 就是渔门修行 快要 我们的道教 到现在为止 也有2000年 正义识识 有名字 由张天师 定名为道教 都有1900年 由古时的修行 到现在的修行 有什么分别 现在我们叫做火宅修行 大部分道士 入山修炼的 几乎都很少 所以我们到现在 今天我们怎么用什么 简单的修行 在这里讲一讲 由第十章 到第27章 打后 全部都是说内修的东西 关于我们静坐入门 为什么我们要静坐 静坐大家有什么反应 反应之后 根据什么去行 根据我们太順老军 教我们如何入门 做这个功夫 第二章第三章 一路都是落 最重要就是修炼我们的精气神 人的精气神 每个人都有 不分男女 男女老友都有 不分种族 看看你如何懂得利用精气神 来修炼 第十二章 就是内丹 运用离开云童拍 原来我们的云童拍 是用来做年内丹的 主要其中一个元素 到第十三章 就是静坐 我们如何将这个精气神 透过我们的心肝脾肺腎 去运作 第十四章 就是除网归定 内修一定要是 首先除掉网念 大家都知道很难除网 你试试静坐 你就会不断想起 很多网的东西 这是正常的 所以必须要有办法去除网 如何归入定功 这里会有讲的 太尚女君有教我们 形神运气 这个神就是我们的元神 太尚女君教我们 当你静坐的时候 你需要运用到你自己的元神 佛家叫做白色神 每一个人都有 你如何将它凝结了这个神 然后串入气 提升那个气 才可以运用到真气 从呼吸着手 那是先的 那元关系和精气护炼 就先说了 精气神这三样东西 必须要互相交交 互相凝结 做不到的话 就是了性于无 是没有用的 这个是首先要 将精气神 互相去来练 凝结了它 这些太尚女君 会教我们的守候 重定入虚十八章 刚才说了 你进到定门 但是你进不到虚境 原来都是没有用的 我们叫做沽楚 沽楚的效果是没有的 你一定要进到虚境 那太尚女君 又教我们如何进到虚境 去到这个陪乾定神 将你的神色如何定下来 去到这个时候 可能你很多东西会错博的 太尚女君就教你如何 将你的月神 就是留意一下 如何令到你的神定下来 随入虚境 十二十章 就是火候调节 很简单 就是我们人打连来丹的时候 一定要呼吸 呼吸之后 就有真气 有真气之后 就等于用一个风箱的原理 所谓文火和武火 如何去运用文火 文火和武火 如果太文火 太文火 太文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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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走火人魔 所以一定要互相调节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三章 要留意 有一章 就是消音掌羊 我们人出生 像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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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儿 像嬰儿 所以他很迷惘 很迷糊 因为追求明明利利 你争我斗 等等 在那天 他都不知道 原来我已经耗散了很多 真气 一生就枉死了 这个很普通 每个都会做到 第二十一章 太书老板教我们 如何消音掌羊 有一本 比较厉害 每个人都做到 有一本书 《云级七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读书 教我们就是 返老还堂 就好像 由老人家回到小孩 当然要做到 这个功夫是相当难的 但最少我们明白 太书老君 要我们把我们的 衰老 减慢 就足够了 到十二十二章 《丹田营气》 教我们 聚着了真气 真气产生了 如何产生 有什么感觉 我们如何将 这个气凝聚到丹田那里 二十三、二十四章 就很厉害了 去到 做到的话 就是叫做 圆拼之门 这个拼字 直扣圆关 例如我们的内修经书 去到这个阶段 你叫做 大幻丹 大幻丹 就是你收丹 其实丹不是真的一粒丹 你正作 不是说 道长 我是否正作到 我有一粒丹 结在我身体里面 是什么事 丹是一种气 凝聚了一种气 无色无味 无形状 只不过你将精气神凝聚了之后 有点真理在你的身体上 上下上下的循环 就揭去丹田那里 叫做 还丹 二十五章 你还丹后 你要养着丹 养着胎 像小朋友那样 在妈妈的母亲体里 养胎 胎式 如何养胎式 大教我们 如何养胎 养着性胎 在皇庭那里 即是我们的丹田 中丹田 如果成功到这里 其实就不奇怪 但是很开心 应该 去到差不多成功内练的时候 就很多时候 外内 外魔和内魔来侵扰你 内魔 你自己心里面 产生出来的 告诉我们 我好像打坐 我已经出了神 但我见到天公 见到很多神仙 这个是否真的 这样的景象 会有 但是你要自己去分析 去到这个阶段 如果不是的话 简单一点 就是走火入魔 很容易 太上六分也都教我们 用什么办法 去到这个阶段 成功 如何用心法 黑魔 最后27章 精气神三气一清的结论 如果精气神 能修炼到 像这样 原神出血 是成功的 但是 不是的 精气神那里 好像冲奶茶 三合一 我不行 可以 我只是神和气结到 或者神和精结到 又行不行 是可以的 事但你能够用神 去捉住一件事 捉到精 或者捉到气 其实就是真仙 真仁的阶段 不是圣人 不是纯阳 女祖的阶段 是可以的 不差的 最后都不行 先捉住自己的神 你离开天地的时间 我没有耐收 但是我有功绩 我是一个道教人士 我有功绩 天地之间 都会留下我的神 我的元神 让我做一些三界神奇的工作 上次跟大家说过 人神之别 就是这样 留下元神 就不要拿去轮回 不要再做人 不要做得差点 做鬼 做阴魂 等等 好 总结 最后一篇 总结 我们就会告诉大家 道长 我做不到 你知道内修有很多条件 父母兄弟 老婆子女 是不是真的已经做了 我入世工作 我可以退休了 有一个好的地方 要宁静 让我去修行 这个是 每一个人都不同 我们的千露天 条件是不一样的 你说 我真的不行 我去到六七十岁 我还要为家庭奔口 我要服侍父母 服侍妻儿 但是 我是一个修行的人 我是道教人士 我可不可以 人走了之后 我连内担什么都不懂 做不到的 你抱着这个外面的功行 我入归了女祖 我和女祖做很多 道世的工作 跟着那个方法去修行 我公外公 即得行善 都有人招呼你 你的机会没有走失 到时 上天 原来在天上有很多地方 有冬天 有福地 招呼你们 你们在仁天之间 太山之巅 行山之顶 就在那里修炼 多谓太山之巅行山之巅 这个是人间的 太山 但是在天上 到时我再跟大家讲解 跟人间一样 它都一样有个五岳 因为为什么 去到天界 第九、第十重天 就会撑开 撑开那个天界 就等于人间的一个地球 有七大阳、五大洲 因为是一个气象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 你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你在葡萄山修炼 我是否真的要去浙江 葡萄山找你 不是的 你怎么找到他 他在天界上面 九重天 撑开那个气象 那个世界 那里修行 好像你说 黄大仙在浙江 金华 那真的黄大仙成了仙 他经常到人间的金华 等你们 不是的 他在天上 第九重天 就撑开一个七大阳、五大洲 一样 像我们世界一样 他们神仙就在那里居住 在那里生活 大致上都是这样 那五堂 我去到第三堂 那时 到第四堂 我已经计划了一位教友同修 姓胡的 叫胡怡中 道长 他在内修那边的功夫 他是南中 全真派的南中 修行了二、三十年 就练内功 他都很有心得 我得到 郭导长同意 到时 我会叫胡导长 他来到三四五堂 就过来和大家研究一下 你对于内修上 有什么要询问他 或者你自己有什么意见 感觉 可以和他互相交流 他就是很乐意指引大家 他在明善导长 我们有很多同修 都在行一些最基本的功法 这里我们多谢郭导长 给他一个机会来 和大家研究一下 那 补充一下 道教 其实就是我们中国的国教 其实他的道理是很深渊的 太上六堂 二千多年前 我们下一页 就放下 大家很清楚 他在二千五百多年前 他就降身凡奸 他当时是一个大圣人 主要他就放下了一本道德经 道德经放下了之后 就是在咸谷关系之后 他就西出不见了 历史书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但是圣人 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他去了哪里 同一时间 八马来而佛教兴 二千五百多年前 在印度 当时我们叫西竹 西竹很大的 后来因为宗教和种族分裂了 就把巴基斯坦分出去 把曼加拉分出去 否则古时的印度是很大的 比中国大 在那段时间 大家都知道 唐三藏在西经 等等 他就骑着白马 一箱一箱将经书混过来 我们中国就发扬读佛教 这个也是好的 其实我们的道教 其实不应该是 去到现在都好像很颓位 事也命也 大家如果有心想道教好的话 可以多些帮手 下压力推广 道教 证信给别人 在这里 因为我今天引用 我们打后那几堂 都可以用全真道的经书 去跟大家讲内修 所以我们简单讲道教 很多人都认识道教 这里讲讲 游子湾教授也在 其实我在班红隆虎教授 多谢你们参与 讲道教 初刑很简单 2500多年前 放下一本《道德经》 走了 当时的皇帝大臣 拿这本《道德经》 用来讲 这么好的经典 我都要研究一下它 用来修身在治国 平天下等等 所以叫做《王老道》 《王》代表皇帝老 代表老子 除了皇帝和老子修炼之外 很多百姓大官员 都研究《道德经》 未成为教 直至到东汉年 距离1998年 有位大圣人 张道宁 大家都听过 张道宁天师降生在人间 这些应该全部都是上天安排的 太上道君 为了降到人间 教张天师扶祿、奏缺、休法 并且秀名叫天师 张天师当时说 你相信我 你出五斗米 我就收你做徒弟 所以当时叫做五斗米道 之后 张天师把《道德经》 拿出来 告诉大家 我们正式定名 它是道教 有本圣经 道教圣经 就是《道德经》 例如天主教、基督教 有圣经 《回教》有圣经 等等 大家都有本圣经 道教圣经 就是《道德经》 但不容易明白 是一本《天地人三才》的经书 大家有时间 我们明示也出了一本很白的《道德经》 将《天地人三才》的经书 《岸终梨》 距离现在大概二千年 他去道女祖 大家都知道《王梁梦》 《岸终梨》 上功名途中 被《岸终梨》看中了他 道化了他 他成了道之后 当时《道德经》 都不是很明显的 分了很多人 跟了很多宗师 直到《岸终梨》出了之后 就创了两个派别 直到今天为止 都是这两个主要大态 《岸终梨》成了道之后 也继续跟《岸终梨》 不断地道道世 大家都知道 最重要的是 在当时来说 大概五代 他们现在一千年前 到了唐代 之后到五代 就道了一位祖师 叫做刘海禅祖师 开了一个叫南宗 南宗很特别 他跟黄重阳 就是邱长宗的北宗 他们比较暗 他们不会讲修徒弟 而是选择性的 你跟我拜我为师 我看过你 你是不是有真正的想法 你对道是否有正确信念 他认为你有眼缘 他才是修理 所以南宗不让人认识 北宗也不同 黄重阳为祖师 然后有一个徒弟很厉害 有长春等等 他较迟一点 距离现在大概八百年 他大开方便之门 这个黄重阳祖师 大家都知道 他有个全真鸣 当时收纳了二三千人 原来个人都过来吃饭 但黄重阳祖师说不是办法 一路之下 把全真鸣烧掉 叫徒弟走 你不要再在那里吃饭 吃饭 吃饭 吃完就睡觉 睡完就走人 于是他留下七个弟子 后来真的这七个真人 就成了真 包括邱长宗 尤其是邱长宗祖师 他的历史大家都知道 在元朝成立了全真道 元朝的成吉思汗很信服他 把我们的道教定名为国教 但很奇怪 我们元朝当时也叫做外族 现在是汉满蒙梅葬 全都是我们中国的汉族 就是民国之后 但为何我们中国的道教不兴盛 为何去到元朝 留给蒙古人来跟他们兴盛 这个就很奇怪 你说的是因缘 所以全真道道教到元朝 是最盛行的 比今天任何时间 都是最盛行的 希望将来我们的道教再兴盛 那 那么 看能不能把领古人的交代 想要 一 by bwd6